英國威爾斯沿海村莊 費爾伯恩村 因為氣候暖化 導致海平面不斷升高 已經被英國政府認定是氣候 變遷下的高風險地區 而村民也被視為是英國首批 氣候難民 居民是希望政府能夠協助搬遷 但是也有人堅持要死守家園 走在費爾伯恩村的海邊 埃佛斯跟其他村民一樣 對未來相當迷惘 二十六年前搬到此地 並且認定這裡將是他一生的家 沒想到政府二零一四年 說這裡將因海平面快速上升 極端風暴更加頻繁 最多只能再住四十年 接著房價暴跌 村民成為報導中 英國第一批氣候難民 許多人在此投入畢生積蓄 成家開店安身立命 如今生活在可預知的災難衝擊下 不甘就這樣放棄 有人認為這一代沒能進到保護 地球責任 卻要讓下一代變成氣候難民 太不公平 官員與村民多年來持續協調 希望他們搬遷氣村 費爾伯恩是一塊地勢低洼的 岩水沼澤區 春季漲潮時 位於海平面以下 暴風來臨時 潮汐水位比村落高出 1.5公尺以上 科學家表示 英國過去一個世紀 海平面已上升10公分 到了西元2100年 海平面估計將上升70公分到一公尺 根據英國獨立諮詢機構 氣候變化委員會資料 目前面臨海水淹沒風險的房子 約50萬戶 到了西元2080年代末期 將增至150萬 公司新聞黃玉玲編譯